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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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我的真的可以说是家庭成员的那个照片 我全部都放在这里 就是让大家一进门就可以知道 这是我属于我的家庭成员 我母亲很漂亮 这是我的公公和婆婆 这是我的先生 我公公的婆婆 这不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侄子 我为什么宝贝她呢 因为我的哥哥已经一年早逝了 去世了 就留下这么一个竹子 所以我特别宝贝她 就像当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一进家门就是一排的照片 告诉你家庭对她有多重要 这也恰巧解释了当年 她为什么激流勇退 在自己事业最高峰时 跟随丈夫来到澳洲 但是有了家庭以后 一个家庭 我觉得特别给女人来说 这家庭 维护家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你有了温馨的家庭 有了一个温馨的丈夫 这对女人来说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明星也要结婚 家庭对一个女人来说 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 沈小岑比刘嘉玲早十年 就明白这个道理 虽然专的也许没有刘嘉玲多 但可能快乐远比刘嘉玲要多很多 非常非常就是喜欢旅游 喜欢就是玩很多男人嘛 可能玩很多刺激性的这种东西 很开心 很开心地玩 小岑说和丈夫在欧洲 经常开着房车快艇去旅游 丈夫喜欢开飞机 于是他们也常常云中漫步 对于现在的生活也无欲无求了 这个烟灰缸的小鞋子是我从西班牙带回来的 带回来的放在行李带回来的很重啊 这是在新西兰 新西兰是一个新西兰的就是那种土族 他们新西兰族的土族的这种比较有特点的这种工艺品 而这只放着遥控器的猫是他埃及旅游时抱回来的 就当一个完整的行李就怎么抱在怀里抱回来的多不容易 小岑上海的家中有着从世界各地搜来的宝贝 他会把中国古董的老米桶放块玻璃把它变成茶几 也会把花瓶随地放让它成为自己的艺术品 不循规蹈矩的这么一个人 就像花这样 我就不喜欢把它一本正品就放在桌上 因为通常人家都是花瓶就放在桌上 我想放在地上不是蛮好的吗 另外一个在我的桌上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每天都要它的 这可是我的零食宝贝 每天一定要吃坚果类 这么一大碗 就是任何的坚果都有 就是混合的坚果 我是每天都要吃 每天一把坚果只喝白水 不喝任何饮料 除了鱼和海鲜拒绝所有肉食 每周去健身房运动四天 所以说这就是小岑的养生之道 瞧着身材有谁能相信 她是那个五七年出生的女人呢 你又把我的年龄往前提了六年 我的天哪 我是195 不 这是我的秘密 不可以告诉的 小岑还有一个秘密 就是她跟婆婆的关系特别好 家中这些英国古董 都是每次去福家 从那里搜刮来的 婆婆也乐于把这个 来自东方的女子 当自己亲女儿 要啥给啥 乐此不疲 可是她还是念念不忘 自己的父亲 为此她每年都会回上海 住段时间 我不在的时候 多亏大哥大嫂照顾我父亲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父亲 总归是牵动女儿的心的嘛 沈小岑最宝贝家中的自行车了 无论在哪都可以看到 这件宝贝的踪影 现在 每天下午她都要骑自行车 从淮海路的家 到四公里之外的 一海剧院 参加武林大会的排练 其实骑车挺自由的 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环保 上海的路啊 单行道 双行道 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开车我也不敢 骑车对我来说 我从小就骑车 在上海来说 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回味 我觉得 现在的她 偶尔也会去酒吧唱唱歌 既不求名 更不图利 只求自己的喜欢 或许八十年代偶像的共性 不管她红还是不红 她都丝毫没有 现在明星的架子和距离 你能完全感受到 一个真气的人 一个活得既滋润充实 又舒坦自在的人 他们的目的 学成名的 当明星的目的想法 我觉得都不一样 不同的年代的朋友 我觉得 真是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很难 去说什么话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就实实在在地 就是充实一下自己 就平平静静地 对待任何人 对待自己 我觉得平静地 对待自己 满足地 对待自己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花五百日红 每个明星都有 自己年华老去的时候 可是想三十年后的 蔡依林也好 张子怡也罢 会有几个能有 她现在的潇洒与大气呢 或许她现在的生活方式 不单是我们每个人 更是现在每位 当红艺人 所需要学习与体会的吧 未经许可疑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